8月12日,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说,拜登政府在美国南部边境面临着严重的挑战,因为美国正遭遇是无前例的非法越境移民潮。 7月是20年来在美墨边境被拘留的非法人数最高的月份,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逮捕了超过21万人,其中超过9.5万人被驱逐出境。 马约卡斯称,27%的人以前曾试图越过边境。 此外,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7月份还逮捕了18962名无人陪伴的儿童,超过了3月逮捕的未成年人的人数。 当时,边境设施的过度拥挤一度引起官员们的警惕。 本月,拜登政府开始将向南部边境抓获的移民送往墨西哥内陆,试图阻止他们再次试图越过边境。 这一做法遭到移民倡导者的批评。 多个民调显示,美国民众对本届政府处理非疑问题的方法感到不满。